大家好,我是洗澡 我是一个来自莲鱼港的主播 回忆十年前 那个时候刚从农村走出来 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调味品业务员 每个月呢,拿着微博的公司 后来呢,经过朋友的介绍 我认识了喜哥 想起我刚跟喜哥结婚那会儿 喜哥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名 婚后呢,因为怀孕不能干中国 然后呢,看着老公那么辛苦 我也想给他分担一些压力 就在当时呢,我们正好赶上了 那个直播带播的那个热潮 开始呢,我也只是抱着 就是实时看的态度 没想到呢,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刚开始做直播那会儿 直接播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还是在眉目 不眸支持我的喜哥 要是换做别人 估计第一天就放弃了 但是我没有 第一礼拜五十个人观看 到一个月的一千人观看 和第一天没有出单 第一个礼拜也没有出单 第二个礼拜也没有出单 直到第三个礼拜我着急了 我跑出去跟别人学习方法和技巧 终于在这个月卖了诗蛋 当然在我的成长过程道路当中 离不开在屏幕前 日日夜夜熬夜 陪我守护我和支持我的姐妹们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们支持和美买 六月十二号中午十二点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大家 一起来参加我们节目十周年的 今天日夜